相关部门收到投诉派出专家前往灭虫 就当专家灭完虫准备离开时 他发现坚固的墙面竟然被打了个洞 好奇心驱使他将头伸进去看了他 发现里面并没有什么 可外面的东西却早已等候他多时 没过多久灭虫专家就被送往医院 致命的毒素已经侵入了他的五脏六腹 医生也不知道是何无所谓 军方立即前往事发现场 随后他们进入了隧道的应急通道 穿越狭小的通道 来到一间白满铁床的地下室 他们利用热视镜四处查看 突然一只巨型蜘蛛朝他们口来 队长命士兵一定要活抓 可蜘蛛速度敏捷很快就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天花板传来声响 密密麻麻的蜘蛛如雨点般落下 大量士兵被咬伤 因隧道内全部都是水鱼墙壁 开枪就会是这种效果 无奈他们只能带着伤员暂时撤 乔治通过询问发现 地下室空气有过氧现象 因为射击石子弹发出的火光特别的亮 乔治断定起点就在地下室 他猜想这种蜘蛛来自三亿年前的试探机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乔治决定亲自前往一探究竟 他们利用蜘蛛惧怕强光的特性一路驱赶 穿过一道被毒液腐蚀的钢丝网后 终于发现了惊人的荧幕 就当三人围观起点分析的时候 大量蜘蛛匆匆跑进起点 就在这时 艾比的手电筒不小心掉落在地 当他捡手电筒时 却发现了更为恐怖的存在 就当几人准备上前查看时 突然 这是一只99米的巨型蜘蛛 他不但不怕强光 而且动作迅速凶悍无比 危机时刻乔治拿着一个箱子朝他砸去 这才将他暂时击退 几人拿着电筒四处寻找 突然 哈特立马拿起身后的塑料桶狠狠狠朝他打去 但这次并没有被击退 就当他准备发起二次攻击时 乔治吹出纸绍吸引蜀工的注意力 然后打开一扇铁门躲得进去 但蜀工已然没有放弃 此时有一只铁公鸡那该有多好玩 如果你能同时打出这几个字并标注拼音 我直接把键盘给吃掉 蜀工走后 突然一个诡异的影子出现在乔治眼前 乔治立马追了上去 却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而且这里还是个死胡同 难道是乔治出现了幻觉 因乔治被困 逃出的两人也十分着急 迪亚说如果要消灭那只巨型蜀工 就必须了解他的弱点 但几亿年前的生物 别说是弱点 就连听都没听过 救人心切的哈特 手持简易喷火器私自进入了碎堵 就在哈特寻找乔治时 那条巨型蜀工再次出现 火焰的确能让巨型蜀工感到一丝的忌惮 可当他靠近七点时 强大的磁场将喷火器吸了进去 就在这时无功效 他痛苦地倒在地上抽搐 隐约中一个女人缓缓朝他走来 诡异的是 他正是乔治失踪已久的妻子 当乔治出来的时候 他妻子也随即消失不见 就当他准备搀扶哈特出去时 哈特说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他说刚当乔治的妻子来过 而且还说他会在七点另一端等着乔治 杰克不愧是一本百科全书 他来到现场立刻对这种生物做出了判断 这种像极了蜈蚣的生物名叫杰族虫 这种生物没有视觉 但触觉却异常灵敏 虽然是食肉动物但不具备能性 话还没说完 乔治和哈特就走了出来 躺在病床的哈特不停抽搐 显然是中了某种神经毒素 杰克刚才无毒的结论瞬间被打脸 因为没有毒液样本 医生面对这种未知病毒也束手无策 乔治胸有成竹地说自己有办法取到样本 简单地准备之后他们再次进入隧道 但并没发现蜈蚣的踪迹 乔治只能祈祷他没有回到起点 杰克说这种生物有打动的习惯 于是他们在地面以及墙壁四处寻找 没过多久就找到了洞穴 他们沿着洞穴来到一处工厂 巨型蜈蚣果然躲在这里 乔治主动发出挑衅激怒他 就在他发起攻击的时候 乔治架起胳膊主动让他注入毒液 收集到毒液样本后 尚未开枪朝他射击 虽然打得他枝叶横没 但依旧没有造成致命伤害 紧接着杰克拿出一个圆凳塞进了他嘴中 吃了圆凳的蜈蚣终于感觉到了难手 他不停地甩着自己的脑袋 几人闻着探考蜈蚣的香味 都快要馋哭了 解决完这个巨大的威胁 乔治也露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原来他早已有准备 得到毒液样本之后 哈特便很快得到了康复 远古最强水中霸主苍龙就要来了 敬请期待下集 敬请期待